您知道吗 这生活中常见的叶片也能够拿来作画 新美式土城区组田里长就开办了园艺疗愈课 长辈们运用了里内的自然素材 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发挥创意和巧思 创作出了一幅幅的独特画作 约丽纸直办一一发下呼唤老师的声音此起彼落 这堂版画太阴课连画版都是纯手工环保在利用 来 像这样一点点 园杂都同样这样温温温温就温温 来回滚一滚每个角落都不能错过 小辈们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运用不同形状大小的叶片 教织成一幅幅独特画作 我们是营华族的长辈 有这些活动可以增长智慧 不为老人痴呆症 而且又有乐器 因为用天然自然的题材 而且很保 对长辈来讲 其实要他们拿画笔 要直接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去向的形的东西 对他们俩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没有学过画画 那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 是可以让他很容易的 就产生一种成就感 其实我们从五月到现在 到八月 五月到八月其实我们一系列 每周一次然后我们都是用自然 煤材来做 所以就是说会有很多大自然的气息 进到我们的空间里面 在场的学人力最年少的已迈入 冒蝶之年 土人区祖田里藏用心规划课程 目的是希望透过园艺来渔客丰富年长者生活 我们这个园艺疗域的陪伴大概已经有四五年了 那因为这个园艺疗域对长辈来讲 他可以结合我们的里内的植物 就是说我们都可能可以到西头小街 然后他们去公园里面找一些植物来做操作 或者是做版画 或者是做一些他们曾经年轻的时候不曾接触的东西 然后运用在这个上面 他们非常有兴趣 然后对他们手眼的协调 或者是头脑的进步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长辈们专注当下感受植物在大自然中一年四季的变化 以探索家商之妹